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艺术 唱谈健康人生 张玛丽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嗨 早晨 祝福你平安健康 Mary还有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我就会飞离湾区了 开心的 因为自从2020年的三月底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回到香港 连续这三年 刚刚好又是三月底 我就终于又回到美国了 我有家人在这里 所以就特意探一下 因为三年多没见了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在这边 还有还有些教会 我有些我知道的活动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我应该就大约是 好像余人折扼你一样 我是4月1号就来到湾区了 4月2号就已经约了自己的亲戚 吃饭吃饭 另外我知道在4月9号 我将会帮在这里的 好像叫做Cross Point Church 就会有一个服事 就是会在教会分享 那个当然不收钱 另外就是可以公开的 或者到时我放在Merry的面书 Facebook那里 我的面书是 Merry 姜 姜 姜 玛丽 那你们可以 如果是未曾听过Merry 一些所谓成长的故事 或者是一直都是 在电台这里听了很久了 但是都没有机会真的见面的 那我不是整天都飞来美国的 我更加不是移民了来美国的 不过我整天都会来的 那所以你们就可以到时 看看我在哪个地点方便的 那你们一起来见面啦 那另外一个活动呢 就是我特别想讲的啦 就是首先多谢星岛中文台啦 那因为我在这里都做这个节目 我想做了起码有两年 我都不记得多久了 都是疫情的时候 那么上下开始的 或者两年多了 那就很好 那我们就有李渔门啦 可能大家都在那里喝过茶 吃过东西 或者请客 那那她的东西是很好吃的 那还有的呢 就是我很喜欢欧化的老板娘 Karin啦 Karin啦 就是Karin啦 那她很好的 那她经常都是 就是很支持Marie的活动 当然就支持星岛中文台啦 那所以呢 就会是在15号的下午 3点钟 那我们会有一个见面的活动的 那应该是一个茶会这样啦 那不会长时间的 大约是3点 3点15分到开始啦 那你自己留意电台的宣传啦 还有怎样可以参加 应该是要报名的啦 是吧 因为她 只会有限的 那如果你听开Marie的节目 你觉得 咦 都有一点小小 就是可以代立袋啦 是吧 就是有些瑞智的生活 提示分享的 那你又想见下面的 那请你来啦 有时香港的朋友 有些朋友移民了很久的 或者在那边生活的 OK 那那天呢 就会下午 那么到大约5点钟之前 一定会完 但是跟着我就很忙碌啦 那晚呢 我就会去到 那里弯区 有一个叫灵梁堂 那我就大概7点钟左右 就会在灵梁堂那里呢 就会跟他们唱圣诗的 哈哈哈 会唱歌 那之后呢 就会祈祷 那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啦 世界上面呢 真是很有趣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这些领导 经常都喜欢这样耗用斗痕的 打仗啦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一直下来 那个俄乌战争 到现在都没曾知识的 就是还没停止到 那另外还有呢 世界各地 就是南北极的溶雪啊 各地的天气骤变啊 很多的森林火灾啊 一些很冬的地方 更加冬啊 有些应该冬的地方又不冬啊 那有些很热的地方 突然间呢 就会下雪 就是总之是 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像反转了 其实又 就是2020年开始这个疫情 令到我们大家都觉得 大家措手不及 就是看着的人觉得 哇 好可怕 那当然有地震啦 是吧 就是大家都见到 那个土耳其的地震啦 还有就是各方面 大家都不用我再多讲 地震的情况 我都不讲那么多地点了 那就 不过就是圣经是这样讲过的 他们说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到处都会是饥荒地震 原来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 那有时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 那就很灰咯 人生是吧 就是有这么多 不好的事发生 那我们又好像没办法去避 就是很简单 你只是讲过疫情 小小样样 都搞了三年 对吧 现在 就是近一年才说 大家不要戴口罩了 大家开回那些门户了 对吧 我们不再禁止这样禁止那样了 又不封城了 那这些都是讲年纪的事 那我们都是被它封了 就是起码大半年 就是一年半这样 那所以 希望我们这次大家呢 都是能够珍惜 我们可以有回 所谓的正常生活的这个机会 那其实变种病毒究竟会怎样 我们大概都不像 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掉以轻心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呢 这三年都没停过周围飞的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人多的地方 那美国比较好 就是大家住得比较宽松一些 那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真的可以不戴口罩的 但是有时 譬如你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是去一些戏院 或者一些比较多人的地方 参加一些party活动 那如果不是真的要饮食的时候 最好都是戴口罩 不过呢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知道这个情况 我就有这个困难 就是发觉到呢 在疫情里面 因为个个都戴着口罩 在这两三年 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我告诉你 我是认不到样子的 就是 有些朋友还得意到呢 他说我是谁呢 那时候就拿下口罩给你看 但是 始终真的见面少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只是看到你的眼睛 那真是很难鼓励 你鼻下去嘴 就是整个面型 是很难认的 而且尤其是女孩子 你知道我们疫情 很多人都喜欢 常常变发型的 有时是戴帽 有时是戴眼镜 那样子就整个都变 那真是认不到就认不到 那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如果可以的呢 最好就拍一张 似自己小小的照片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很多人都喜欢做 美图瘦瘦 那美图到 真是认不到你的样子 那就很糟了 男士少一点 女士就多一点 还有呢 就现在因为很多 那些网上 好像卡通 很有趣的那些样子 那你就会将你自己的ID photo 就是你用那个social media 我们叫社交媒体的照片 是没办法认到你的 就是卡通到不得了 那有些呢 就直接改到呢 我真的没办法 将这个人和那个照片 就是觉得是同一个人 那所以我就觉得 是时候呢 你应该给一个 就是比较像自己的样子 放在你们的社交媒体 那个ID photo 就是你那张照片那里 那好处在哪里呢 除非你不想被人知道 但我觉得 你在那里你都想交朋友而已 社交媒体而已 都社交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有时呢 放回自己那张照片 是自己的样子 是真的比较好一些 尤其是经过疫情之后 那有些还是放回那些 戴着口罩的照片 真的人家认不到你的 认不到你 那其实呢 在疫情那时候 我都讲过很多的例如 那现在也是 除了口罩之后呢 有些甚至都不知道 真的在那里讲笑 我说死了 他戴着口罩的时候 那张眼睛啊 哇 好会说话 这样的 就是灵魂之窗 好漂亮的 谁知道一随着口罩 哎呀 为什么那个样子会变成这样 好像职驾不回 那这样 那当然这些是讲笑啦 那如果你看到网上 上面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笑到你死 有些人就会说 哇 为什么变成了猪排样啊 那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不要理他说什么 其实最紧要呢 在这个疫情到现在为止 呢 不要书心情 还有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向好处上 冬天过了 现在是春天了 Mary经常都说 冬天在这里啦 春天还会远吗 那么你看到啦 三月四月 哇 真是百花齐放 是吧 我想什么的植物 各样东西 都会重生 咸冷都会很漂亮 那么在这里呢 Mary就觉得 有一首歌 可能可以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的 但这首歌叫 《以爱还爱》 其实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有很多人是关顾我们的 跟我们一起同行的 可能他帮不了你些什么 但他会在旁边 听你谈谈 关心你 甚至有时候 什么做不到帮你祈祷 那么我们这首歌呢 一起听一听 好好 很有意义 还有我觉得是挺 励志的一首歌 《以爱还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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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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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